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欢迎来自 柔佛新楼温孤湖声国中的 陈老师 老师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老师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今天我们要上课的教材会是什么呢 是的 李宗 谢谢您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主要要谈的 就是这个诗歌和季节本身 它们之间的一个联系 对 所以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季节呢 它一般上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 那我们在诗歌当中 很多的同学都试图的 透过这些字眼呢 还是关键字去寻找出 背后的意象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呢 就是透过这两件事情 来分析一下诗歌的内容 好 李简娜老师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没问题 谢谢李简娜 是的 各位同学 以及电视机器人的观众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张图片 那由左至右呢 其实分别是四个不同的季节 代表着四个不同的情绪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来问问李简娜好了 对 李简娜 您觉得这四张照片当中 对 哪一个对你来说 是比较有感觉的呢 我挺喜欢春天 春天 那春天其实给你带来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吗 它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朝气 而且很阳光 朝气 阳光 很有生气 非常好 李简娜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 在一年四季 春它是位居榜首的季节 所以呢 其实春天的时候 一般上是春意盎然的 也是万象更新的一个季节 那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 秋天 秋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点那一种 淡淡的哀愁 尤其是你走在春天的节道上 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感受到秋天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橙黄色的街景 基本上你在走这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对 你就不知不觉的 会有一丝丝的那个惆怅感 还是多愁善感嘛 也算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对 毕竟我们是一个贾文青 所以 对 好 那同学们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不同的季节 它分别隐藏着不一样的情绪的 春天其实就像刚刚丽莎讲的 它可能是比较有朝气 然后呢我们觉得非常的有希望 那夏天呢 它本身 其实就是跟这个生意盎然 然后呢跟这个非常有精神的这种 冲净 冲力 对 然后秋天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可能带点惆怅啊 带点哀愁 那冬天其实是最明显的 因为冬天呢 它给人的感觉比较多是寂寞 然后呢孤寂了 凄凉 对 非常的凄凉 好 那看完了这一组照 这一组照片之后呢 各位同学 我们先来说说季节跟异象 它们之间 其实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季节我们也称作季语 就是季节的那个术语 季语异象呢 它其实分别是诗人 它在创造诗歌的时候 它情怀的一种评价 那它也是唐诗中啊 其实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 如果我们看回去的话呢 许多的唐诗 它季语跟诗歌之间 它是分不开的 而且呢 它其实本身是意运的一个浓缩 我们说就像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同时啊 这个季语它也可以是全诗的线索 所以呢 他们其实选取 这一边啊 他们的选取与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 肯定有着密切的一个关系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将我们的脚步移步到 春天的第一首诗歌 也是贺之章的这首永柳 那其实诗歌呢 短短的诗句 好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首诗歌好了 碧玉装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桃 不知细雨谁才除 二月春风四剪刀 很多同学在面对诗歌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 包括我们以前 莉莎 可能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在回答诗歌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疑虑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明白这首诗歌 同学们也经常说 老师我看不明白啊 对不对 好 如果看不明白的话 那不如我们先从这一首诗歌当中 找出一个关键字 是 莉莎 您觉得这一首诗歌里面 最关键的字眼会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倒是挺明显的 就最后那一句的二月春风 二月春风 好 确实 这个春字 其实就是一个开端 我们看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 其实这一首诗歌 它主要在讲述的就是春天的景象 好 那现在找出的关键字呢 我们就逐句的来分析这一首诗歌 必欲装成一树高 你看 我们知道树它本身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在这一边 赫之章 赋予了这个树什么 它赋予了树 碧玉 那两个字 那碧玉在这一边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上等的玉块 上等的玉块 所以上等的玉块 它是什么颜色的 它是碧绿色的 所以在这边的碧玉 它其实是用来形容树叶 对 你看树叶可以变成碧玉 对吧 然后下一句 万条垂下绿丝套 丝套其实就是用这个丝绸做成绳子嘛 所以 这一个垂下的枝条 它被赋予了丝绸的那种美感 对 然后接下来 布置西叶随才出 这边 它就有疑惑了 就是说 同学们 如果我们看的话 我们肯定会想 对 到底是谁将这个叶子给剪出来了呢 然后到最后 它有没有告诉我们 答案 有 二月春风四剪刀 其实剪的人是谁 剪的人就是二月的春风 那这一首诗歌呢 如果说我们要评论它的写作手法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说 它是由种到分的一个写作手法 所谓的种 就是说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先写树的种体 然后呢 它告诉我们树的这个形象 然后再到后面 它再慢慢的细分 我们有写叶子 我们有写这个丝条 好 那这首诗歌 当然如果读起来 我们刚刚说到了春风春天 它的那个氛围 当然是非常的轻松愉悦的 在这边 好 那如果说要为这一首诗歌 做个评价的话 同学们 很多时候我们在回答考题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必须要写 这首诗歌主要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首诗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所以在这边的这一个解释呢 其实正好就是这一首诗歌 主要告诉我们的 诗中它其实洋溢是什么呢 它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 那同时呢 它也借用了柳树来歌咏着春风 同时也把春风比作剪刀 那你说它是美的创作者也好 或者你赞美它才出了春天 这是整首诗歌最主要表现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主题吧 那丽莎到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想要问问老师的吗 目前为止还好 还好 都可以 都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丽莎我们跟电视机前的同学 一起来做做练习 好吗 好 好的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一道问题呢 就是说永留这一首诗歌 它本身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呢 毕莎我们需要回到之前的那个诗歌吗 要 好 我相信许多的同学也想要看看这一首诗歌 同学们 对 同学们现在大家在电视机前面嘛 所以大家可能也可以想想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答案是比喻 比喻 因为对我来说我是以那个字四 四谷的四来 就是这个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说比喻 它把二月春风比喻成剪刀 非常好 就是一个修辞手法吗 您看到的只有一个吗 还有一个是比你 比你 好 我们来看看丽莎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非常棒耶 对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比喻 刚刚我们说他把春风比喻为剪刀 对 那么在这边呢 为了要构成比喻修辞手法 一般上它必须要符合的条件就是 必须要有一个本体跟一个预体 所以在这一边春风本身其实就是本体了 我们把春风比喻为什么呢 我们把春风比喻为剪刀 所以这一个本体一个预体它就构成了比喻修辞手法了 所以刚刚立香的这一提答案是对的 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比你修辞手法 在这一边 贺之章他为什么我们说他使用比你呢 他用了你人的手法突出了柳树娇柔动人的形象 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构成比你手法的 是春风本身 为什么那个春风可以构成比你修辞手法呢 因为是他剪裁出了柳树 是的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问题刚刚立香都答对了 所以我是过关了吗 你绝对过关 放心 好 所以各位同学 不知你们是否答对了 可是呢 如果你回答到这两个问题的话 刚刚那基本上你是已经得分了 在考试当中 好 我们谢谢陈老师给我们先讲解了 第一部分的那个春季的古诗 那稍后回来我们再请老师给我们讲课 别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现场 我们再请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老师给我们讲课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现在呢我们就将我们的步伐移步到夏天 对 刚刚我们知道嘛 夏天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 夏天其实如果在马来西亚呢 对我们来说那肯定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季节 而且马来西亚由于我们是常年都在这个炎热的气候当中 所以其实夏对我们来说它并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一些有四季的国家来说呢 夏天对他们的意义是非常的非凡的 因为在夏天大家突然间经历了一个转变 气候由低温突然间慢慢的升高了 所以呢夏天其实给他们来说 对于多数的外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 然后呢是精力充沛的一个季节 对那Lisa现在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一首十个 就是苏顺卿的夏意 可是当然我们在提到这一首十个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宋代的背景 我们常说宋代呢 我自己本身其实喜欢用文人这个词汇来形容他们 或者我其实不太觉得学者很符合他们 对那Lisa您本身觉得文人跟学者之间他们有区别吗 老师你考导我了 文人跟学者我觉得 这个我倒是看不出有什么样的分别 但我只是知道其实一直来宋代的他们会比较 比较注重 就情感方面会很重 而且宋代方面 我知道有苏氏 有王安石 还有司马光 对所以其实李小同学您是完全百分百的打标的 对您刚刚说的那些其实都是宋代的代表 确实没错 那我们说宋代为什么我们之所以称他为文人呢 因为文人他相对于学者而言 他多了一层的生活品味 如果我们看回去宋代许多的话 我们会发现到他们其实是有很多交友 或者是很多比如说享受生活 可能在家里面他可能坐在那个踏板上 榻榻米的那种板上 他可以一边喝茶一边读书 这样的画像其实非常的多 所以老师是说他们比较细腻吗 对可以这么说 他细腻到他其实他们的追究并不只是在学识上 而是去到了生活的层面上 比如说他泡个茶 假设今天我们 假设今天我跟你我们泡茶 可能我们都没有太多的讲究 可是宋代的文人他们泡茶 他们会非常的讲究那个步骤 甚至他们怎么去饮酒 然后可能大家交流的时候 可能一群的文人坐在那边 大家一起去野餐 然后他们的野餐也并不是说 像我们今天可能哪个毯子坐在地上 就完事了 他可能会搬出一整张大张的桌子 然后把自己家里面的童铺 或者是工人都完全的把他们招出去 所以大家在野外就等于一个大型的聚餐现场 对 所以这是宋代 所以宋代我们说他们的生活品位其实非常的高 他们也非常懂得享受生活 那老师说了这么多 跟我们今天的这一堂歌又有什么关系呢 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夏天 它给人的感觉是充满活力的 它其实很少有关悲伤的那个层面 就像我们今天读了这一首诗歌 苏顺青的夏意 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 别愿深深夏殿清 石流开遍透联明 树荫满地日当午 梦觉流音十一声 同样的同学们 我们再一次的看看到底这一边的关键词是什么 其实也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一开始这首诗歌就已经跟我们点名了 它的关键词是夏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躺在哪里 我们躺在殿上 其实这个殿就是用竹来做成的良息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如果我们的家有一些比较 有上了年纪的一些长辈的话 他们都很喜欢用良息 因为良息就是确实给我们带来清凉感 所以你看多悠闲 你在深院里面 你在你家里面 而且你的家是个深院没有关系 你还躺在这个殿上 然后你在想做的生活 你在看 来 我们来看下一句 石榴开遍透联明 我躺在那个殿上 我看到什么呢 同学们 现在我们就要想象了 我窗帘就在你的面前 你现在就透过窗帘看到外面的石榴树 开得非常的艳丽 非常的貌相 对不对 所以难道不享受生活吗 你躺在 你就想象今天就仿佛跟我们躺在床上 看着窗外的景色是一样的 那窗外的景色是怎么样的 除了石榴以外 树阴满地日当午 所以那个树 它本身可能就非常的茂密 所以它阳光 它就把阳光给挡住了 所以树下是一片的阴地 非常的凉爽 可是这时候 当时太阳还是有在的 日当午 我们这边已经说了 那梦觉 刘英 十一声 可能这个作者当时他在做什么呢 可能他睡着了 因为太舒服了 然后什么时候醒来 刘英的叫声 是 所以就 我们再看回去 各位同学 就跟刚刚我们说的 其实夏季 他本身所带出的那个情感 不会是负面的 对不对 所以这首诗歌 它完全有符合到 刚刚我们所说的情感方面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首诗歌 如果我们必须要评价 它的写作手法的话 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这首诗歌 我们朗诵起来 它是非常轻巧空灵的 所谓的轻巧空灵 就是它在写一字一句的时候 它在写下点 然后它在写里面的石榴花 它在写这个流音 这些全部其实都是细节的描写 可是凑起来 我们不会觉得说 它非常的繁杂 我们也不会说 它有很多的罪责 它反而就是能够让我们想象到 把我们带进去哪个空间 所以轻巧空灵 在这边绝对是称得上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这个 它的感觉 诗人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呢 它的心情就是 悠哉悠哉的 对吗 如果今天我们不悠哉的话 基本上我们没有心情去睡午觉 而且各位同学 我们不要忘了 当时候宋代的人 他们的生活节奏 就是说一千多年前的人 他们的生活节奏 跟我们今天比起来 其实是缓慢许多的 所以他们绝对有这样的空闲 去享受 然后去做事 好 那在这边我们继续看回去 这一首诗歌 如果同学们 你在考试的时候被问到 我们要 这首诗歌到底在说些什么 从这首诗歌 你看出了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这一边的解说 就是说诗中 虽然它写的是炎热的盛夏 却聚聚显清凉尽色 清幽朦胧的气氛 然后表现了诗人的悠闲旷达 给虚怀入骨的心境 对 所以这就是对于这一首诗歌的 一个小节 好 各位同学 那现在 Lisa 我们再次地进到 我们的问题环节 又来考我了 今天的Lisa其实就是我的学生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位学生 她其实她的那个达标点 都在及格意上 OK 好 我们来试试看 这道题目 夏意这首诗歌 她一反胜意炎炎的那个利益 那她在这边 她其实主要表现了 什么样的夏意呢 很凉快 很惬意 然后 就好像老师刚才说的 很悠闲 对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对不对 非常好 好 我们来看看标准的答案 大概会是什么呢 对不对 她表现了凉爽 那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 她表现出了情优 第三点 她表现出了静色 可能同学们也可以用宁静 来代替这个词汇的夏意 所以简单来说 刚刚我们看了 之前是春 现在是夏嘛 两首诗歌 其实它所带出的情感 都是比较偏向正面的 对 所以 由这两首诗歌 我们也可以证明了 其实春与夏 他们的意境 他们对于人们 心情之间的影响 是属于比较正向的 也不会给我们 带来一些忧愁实感 是的 而且春夏 挺 很鲜明 对吧 对 非常的鲜明 我们就可以想象 春天是百花齐放的时候 然后可能会有鸟提声 然后夏天就是非常炎热的 那个时候 所以这两个季节 其实它给我们的那个印象 我觉得是非常直观的 你可以立刻感受得到 是的 那春跟夏 老师都跟我们谈过了 那秋跟冬呢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稍后广告回来 再请陈老师给我们讲课 别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接下来有的是秋季 也就是老师刚才跟我们说 他很喜欢的那个季节 马上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 谢谢丽莎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秋天 其实来到秋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天气开始转凉了 夏天的时候是非常炎热的 可是到了秋天 它的那个凉意开始浓的时候 其实人啊 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心境也会随之被感染的 被渲软的 那秋天如果我们去看许多的 诗歌也好 或者是一些作品都好 它是比较偏向 写一些忧伤的情感 可能跟自己本身比较不得志的那一种心境 有比较大的关系 对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首呢 是张继的《风桥夜博》 那诗歌其实也是短短的四句 首帘我们一开始看到 我们的第一道问题 同学们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首诗歌跟刚刚的诗歌 会有些许的不一样 刚刚的诗歌 它一开始其实告诉我们 有春 有夏子 可是这一首却完全没有 所以可能我们面对这一道问题 这一首诗歌 它主要描绘的是什么季节呢 而哪一些字能够佐证我们的说法 对 立夏同学 如果是您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字眼呢 其实就 因为这边我看到是有霜 也有风 枫叶的风 所以可能对我来说 可能会有两个选择 但是因为后来觉得 如果是照分析来说 它可以是秋季入冬 这样子的 所以是秋季 是的 所以是风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上提到霜的时候 如果同学们想象不到霜是什么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去看看自己家里的冰箱 冰箱其实是会结霜的 那在这个秋 我们说这个秋末的时候呢 它还没有进到冬天 可是它已经开始有霜了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天气也开始冷了 所以确实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霜 它就是第一个关键字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 就是刚刚 丽莎也有提到的风 当然我们知道 枫叶呢 它是一个长期都能够看到的一个植物 可是为什么我们文人 会选择在秋天的季节 特别着重这个风呢 因为秋天的时候 枫叶它是会转 转成这个橙黄色的 所以你写下来的时候 其实特别的有画面感 也非常的有那种感觉 所以刚刚的这两个字 对 就是答案了 对 然后这首诗歌描写什么季节 很明显 它是在写着秋季 好 那现在同样呢 我们继续赏息这一首诗歌 其实这一首诗歌呢 它非常妙的一点在于 我们读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只是能够感受 我们甚至会有那个画面感 甚至你会仿佛听到 有声 对吧 有声 有色 有画面 好 月落无极双满天 给第一句 它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节气 就是说 它让你感觉到那个冷 对不对 就是 就是它一开始 它并没有转到墨角 它直接告诉你 现在是降霜了 现在开始冷了 而且是满天 当然你可能会说 老师 霜怎么可能落在天上 一般不是在地下吗 对不对 可是就是诗词的美啊 有时候 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 对不对 所以有了霜之后呢 它告诉你 江风雨火对筹眠 这时候张继呢 其实因为安始之乱 他们本身已经去到了南下 它这个时候 它就是属于在江苏这一带 那晚上它本身就在船上 所以在船上的时候 它过 它看到了什么 它看到了渔火 渔船上面的这些灯火 对 然后对求眠 一般上睡眠 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舒适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睡得着吗 我睡不着了 因为愁啊 愁的思绪在占领了我 那这时候 姑苏城外寒山寺 我身在离寒山寺 不远的这个地方 我听到了什么 夜半钟声 对不对 我听到了这个钟声 而这个钟声 传到了我的这个船上 所以在这边 我们刚刚说的 有声有色有画面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首诗歌呢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 必须要谈他的一个 创作手法的话 他其实最特别的 一个地方就在于 他是欲擒欲擒的 张继本身 他看到了这个情景 所以他间接地将 他本身的那个情感 给带出来 而至于他的情感 是什么样的呢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 着重的一点 他的情感是 惆怅百洁的 他的思绪非常的 因为他本身是忧国 这个时候 一个忧国的人 他非常的爱国 看着自己的国家 现在变成这样 他的心里面 觉得非常的痛 可是我要做些什么呢 我又做不到 是 对不对 我想帮 爱莫能助 但我就是办不到 所以我只能够在这里 好 所以这一首诗歌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思绪 就跟我们刚刚说的秋季 它是带点惆怅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关联了各位同学们 那这一首诗歌呢 当然如果我们继续 往下看的话 好 我们先看看 他的这个小节 对 那么这一首诗歌 它其实主要通过什么 它主要通过的是 描绘这个秋江的夜景 然后间接地 把诗人旅途寂寞的 这个欲节 然后呢 愁思寄托于景物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欲情与景 然后呢 在这边 他未抒情 他先会景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情感的部分 在后半段 可是在前面的时候呢 他一开始 他就用了这几个景色 把我们先带进去 秋的那个环境里边 所以后面 他才慢慢地提到了 这个部分 对 然后呢 情随景发之 就是说他看到了这个景之后 那个情绪也被敲出来了 有感而发 对 非常的有感而发 所以我们常说 诗歌 他其实美的地方在于哪里 他美的地方在于 他能够告诉你 他想要说的 可是他却是有一点娓娓道来 他不会很直接 他点到 对 点到为止 所以生活中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朋友的话 其实你跟这样的人说话 他是舒服的 因为他告诉你真相 但他用比较婉约的一个方式 所以同学们 不要再害怕诗歌 其实诗歌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好 那接着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问题 这首诗歌呢 他在写作上 其实运用了 什么样的表达手法 而这首诗歌又抒发了诗人 怎么样的思想情感呢 丽莎同学 想要试试吗 他像借景抒情 然后诗人的情感 大概就是惆怅 然后很悲戏 对 没错 所以这一边 其实我们有的是两个问题 对吗 同学们这一点 也是要非常的留意 因为有一些同学 在回答的时候 他会忽略到这个部分 可能他只看到前半段 有一些就只看到后半段 所以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如果是两个问题的话 记得我们必须要 回答两个答案 那首先 当然他运用的是 这个 欲情与警 或者是说我们说借景抒情 这个其实他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答案都可以被接受 而他抒发的是什么呢 他抒发的是诗人漂泊于他乡的 孤仇情怀 那在这一边 如果说思想情感的部分 当然它是属于比较开放式的一个答案 只要学生们 考生们的答案 有符合到诗歌的意境的话 基本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可是当然你不可以说 因为他是快乐的 他是愉悦的 那个就跟诗歌本身的情感 背道而驰了 对 所以刚刚 丽莎 您回答对了 没错 所以这就是春天的诗歌部分 基本上 这个秋 秋 有在上课哦 不错 我有在听课 对 证明你真的非常的专注 所以我就说 丽莎同学 您的学习表现是非常好的 那老师跟我们谈到了秋季 就是他最喜欢的季节 那稍后回来 广告回来 我们再请老师 给我们看看最后一段 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教材是什么 别走开 我们下词 欢迎回来 那老师 陈老师刚才就跟我们谈到了 春夏秋季三个季节的股市意境 那接下来还有剩下一个就是冬天 就把时间交给陈老师 好的 谢谢丽莎 那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是不是还有印象 非常非常多年前有一部非常爆火的海剧 叫《冬季练歌》 距离我好远了 好遥远 没关系距离我也很遥远 我也是听说的 可是看了那部剧之后 我相信其实有非常多的人都在想象 如果有一天能够真的是在雪景里面 步行的话那会是多么浪漫的一个场景 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有经历过冬天的话 我们会觉得冬天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严峻的 是 它甚至非常的孤轻 你可能甚至会有一种种 一小点的那种绝望感 对不对 因为你四处首先 你几乎很少看到人影 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 然后当时的树叶全部都是已经枯萎的 就是剩下枯枝 那那些枯枝跟树枝在这个雪洗刷之后 它的那个湿路程度会让它变成非常的深色 所以一切看起来就是黑白 对 那这就非常的符合了 我们要说的这个冬季 冬季本身它的情感其实是跟郁闷 跟这个所谓的 它比惆怅来得更多 更极端 对 它会比 如果说惆怅的层次可能是这样 那可能冬天的那个惆怅程度来得更高 它对于心里面的那一种 它必须要承受的那个哀愁度 对 那这首诗歌呢 柳中原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提到这首诗歌 我们必须要提一提它的生平 柳中原本身 其实它来自一个 我们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家庭 所以小时候的柳中原呢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非常天真活泼的小孩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一直到他21岁那一年 21岁他的父亲过世的那一年开始呢 就奠定了他的人生 悲伤的那个路程 24岁的时候呢 他娶了杨氏为妻 可是呢 妻子却在两年后 不幸的病逝 好 那后来柳中原 他就被贬了 被贬到永州 贬到永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说没有关系 只要家人在 希望尚在 可是来到了柳州 母亲过世了 然后呢 两位姐姐 一个姐姐 一位姐姐在来之前过世 另一位也因病而世 两个姐夫 其中一个就是入狱 另外一个也是因为疾病缠身 最后也离开了人间 所以柳中原的一生 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力 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去写这一种悲哀的诗歌 对 我们来看看第一句好了 千山鸟飞绝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已经可以想象了 冬天我们刚刚说了 人烟非常的稀少 现在不只人 连动物几乎都没有了 不见踪影了 然后万进人踪灭 基本上你在你能够范围世界的地方 你看不到人的踪影 好像已经灭掉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谁 孤舟梭利翁 就有一个 我们就是说有一个老翁 他就穿着那个 斗笠 斗笠 对 可是在这么寒冷的冬天 谁会外出呢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的疑问 同学们可能有一个疑问 寒冷的冬天已经结冰了 已经是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 那他在那干什么 读掉寒浆雪 所以这一边 这时候同学们 我就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了 我们在读诗歌的时候 你想看四周都是一整片 白茫茫的景象 然后呢 那个大雪正在飘下 你看到了一个老翁 他就坐在那个周 而且这边我们说 它是孤粥 它这个孤字呢 其实就是一个局部点燃 它有一个局部点燃的作用 它在这边更加的 振托出 对 这个老翁 它是孤独的形象 然后 独掉寒浆雪 这边到底它钓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看回柳中原 刚刚他的一生的话 可能在这边 它钓的 并不是真正的在钓那条鱼 它可能并不是在钓 这些所谓的 是可以吃的食物 它可能在钓的是什么 它可能在吊念自己的亲人 吊念自己的王妻 甚至是吊念自己的家人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雪 或者是冬天 其实跟这种非常悲哀的情绪 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 那说我听你这么说 我的心情也 有没有觉得比较沉重 马上都 对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听了柳中原的过去 我们在读他的诗歌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有感 是 对 我们就是说如果 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若无此等断场是 何来此等断场是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柳中原在这首诗歌 他的一个写作手法 大概是什么呢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歌 如果我们要评论他的写作手法的话 我们可以说柳中原 他是金雕细琢 他在这首诗歌里面 好 为什么我们说金雕细琢呢 我们来看看他所写的每一个细节 其实都是非常到位的 他告诉我们千山飞鸟灭绝 再来他移不到 他再提到了人 人几乎不见踪影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幅的景象了 然后在这边 他其实更加细会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翁 这个翁的形象 然后我们就看到整体 我们就知道说 你也可以想象 其实这整首诗歌 甚至刚刚像丽莎说的 我们可以去感受 他的那个孤独感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金雕的 这种写法的话 基本上我们表现不出 这么细腻的情感 对 那接下来 诗人他自己本身 他可能在创作这一首诗歌的时候 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他可能是孤苦伶仃的 虽然我们在读这一首诗歌 可能很多同学 在读这一首诗歌之前 我们并不知道柳中原的背景 可是透过四里行间的这一些诗句 我们其实能够很确切地感受到 他的孤苦伶仃 对 就是这个老翁 所以这一首诗歌 你看如果我们在这边 必须要评价的话的话呢 这个诗歌他其实客观 给尽 他诗中客观境界显得非常的优费 完全没有一个人 就只有这个老翁自己 而诗人的主观心情呢 也非常的显而易见 他是觉得非常的寂寞的 甚至呢 他还觉得孤单过于冷清 全诗其实不带一件 人间烟火的气息在 对 所以这就是柳中原 也就是我们冬天的诗歌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这一道问题 江雪本身 他其实塑造了 渔翁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呢 对 沉重的丽莎 现在你还能够回答到 这一道问题吗 我的心情真的好沉重 对 非常好沉重 我只能说我觉得他很 教授老师刚才说的 他孤苦伶仃 他很寂寞 对 所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刚刚我们有提到 他是孤独的 对吧 因为全是只有他一个人 其实如果你可能去问他 你在吊什么 可能这个渔翁本身也回答不了 但他就是享受那一份寂寞感 他享受那一个当下 那如果同学们 我们要评论他是一个顽强的角色的话 其实也没错的 谁能够忍受这样的寒冷 在冬天里面一个人 对吧 所以非常好 理想回答到了 好 那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总结的部分 首先呢 同学们我们在回答诗歌的时候 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 你真的是忙了看那首诗歌 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话 那我们先来看看有什么线索 它可以是一个词 可以是一个句子 也可以是一个字 对 那在这边我们再次的看到 其实际语它与印象之间 它是意味的浓缩 很多时候呢 它也可以是全诗的线索 那当然这个季节的选取呢 一般与诗人想要传达的情感 也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那老师想请问 如果我是你的学生的话 对 刚才那几道题 这样子评估下来 可以拿多少分 还是表现而已 如果是要我去评价 刚刚丽莎的表现的话 有这样的学生 我会觉得非常的荣幸 您的表现绝对是在 非常优秀的等级 老师你的评论也太高了 对 没有办法 因为丽莎本身 我相信您也是非常了解的 那老师其实总的来说 是不是说 其实他们每位诗人 他们用的词或者是字眼 都能够代表着 不同的意境这样子 然后有的可以是很唯美 也可以很悲戚 然后也是要看 这个学生的话 真的是要从中找出那个线索 才去回答这样子 对 没有错 您完全解答了 我们学生的那个意固 印象 那我们非常感谢陈老师 那陈老师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同学们想要复习 或者是找到这些教材的话 可以去哪里找到呢 是的 各位同学 如果大家想要找到 这些教材的话呢 基本上都可以去到 Sumbergool的网站 就在那个链接 其实就已经出现在下方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链接一下 好 那我们再次谢谢陈老师 抽空从那么远 如佛舟来到这里给我们讲课 真的谢谢你 陈老师 那我们希望下一次 我们再会见到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